各位伴友大家好 伴娘今天要来跟大家介绍 骨水料理锅 他是强调说他可以用很少的水 很少的煮出健康的料理 所以我们要来实验看看说 他附的食谱是不是真的照他这样做 可以煮出好吃又健康的料理 那我们今天要做的是 他里面推荐的这个猪肉咖喱抓饭 接下来我们就要来示范猪肉咖喱抓饭的做法 今天准备的材料有 甜椒1 4分之1颗 洋葱1 4分之1颗 橄榄油1大汤匙 然后少许的葱花 猪肉200克 高汤粉2小汤匙 咖喱粉1汤匙 蒜头1颗 少许的盐巴跟少许的七味粉 然后还有两杯米 白葡萄酒1大汤匙 然后还有360cc的开水 加入少许的盐巴跟胡椒 把它调味一下 OK 先开火 然后倒入油 加入肉块 拌一下 然后拌到那个肉稍微有一点点垫涩 听到那个油锅的声音很疗异 然后我们加入羊瓜 将它倒入油 拌一下 然后晒到肉 然后倒入油 放入油 爽 盐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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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勒牛腩 盐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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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因为它是有点是不干活 它不太会黏锅 可是因为它温度很干 这个锅子的导热应该很好 我在正常化它的热度很够 所以咬铲子不能太短 OK 12分钟 12分钟小火 开好了 加入甜椒 拌一下 一样没有黏锅耶 好 然后加上一点点 七味粉 盖上锅盖 再焖12分钟 熄火之后焖12分钟 那我们在备料的时候发现一个很好用的凉杯 它这个凉杯前面后面两边都有颗度 而且字很大很适合我这种老花眼的 然后它的握把很好拿 它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它晾干的时候 这个杯口不会直接碰到桌面 所以它有空气流通是很容易晾干的 那像传统的这种凉杯 它一盖起来 它的嘴巴就靠在桌面上 其实是很难晾干 而且比较不卫生 然后这个杯子呢 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它可以进到微波乳加热 而且它可以用洗碗机洗这样子 不错推荐给大家 来开锅上菜 再把它拌一下 这一锅大概是四个人份 然后再撒上一点点装饰的桃花 然后像这个部分的话呢 老板娘要分享一下 我们使用这个锅子的心得 这个锅子呢 它本身有特殊的设计过 它不沾 然后所以我们刚才在炒的时候呢 不会焦掉 然后它整个锅子里面可以看到 它其实这么久 完全都没有黏住的感觉 然后加上它的保温效果很好 现在还是很热 你要把它拿来当炒锅 或者是说来焖饭 它都很合适 那甚至你要把它当汤锅 也很好用 因为它大小很刚刚好 就是一家四口人可以使用这样子 所以推荐给大家